你好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Nel 今天來看中國團隊加上Ganji 對上歐洲聯盟 當比賽是天梯的 不是阿拉伯地圖 這應該是賽斯地圖 但他們是用一般的阿拉伯地圖 所以這邊會顯示阿拉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選擇的文明吧 又是選擇了葡萄亞人 葡萄亞人的話在團戰來說 存在來說是風情砲是最有價值的 然後配上一點擊兵來防守會比較好 對方對付的工兵阿或是步兵單位會比較有效果一點 但是一樣很害怕 會害怕火炮這個單位 所以後期的風情砲都是配一些巨頭火炮風情砲 擊兵的路線會比較適合他 那在團戰來說的話 這個無限支援戰術也不太容易打出來 因為後期可以跑貿易 所以葡萄亞人在這個團戰來說 這個趕灣大長戰用的時機點是相當敏感的 如果一個用不好本龍就會打輸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他隊友 是選擇了斯拉夫人 好 這個是甘吉 那斯拉夫人的話 最大特色是農田效率會提升10% 這個效率其實來說對他是非常好的 因為他後期通常是打一個貴獨鐵席 配上劍兵勇士 打工程器的路線 是需要耗費非常大量肉量的一個科技路線 所以斯拉夫人後期會比較適合一點 打這個劍兵勇士 好 貴獨鐵席為輔會比較好 團戰來說的話還是要打一個 先打一個重裝騎士 有城堡之後再慢慢轉出貴獨鐵席來 會比較好 不要想說玩斯拉夫人 然後打團戰就是要來出這個貴獨鐵席 結果你出貴鐵之前 隊友就已經被對方騎士加工兵就被打死了 這是阿拉伯很常見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新手成犯的 就是你的寶兵不能想怎麼打就怎麼打 尤其你的寶兵就是騎士單位的時候更危險了 除非你的寶兵是像西征阿飛鏢騎兵 這類的強勢的遠程騎馬單位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了 甚至還可以打一點 但是蒙古不是喔 蒙古不能直接打這個 蒙古土記喔會出事 只有這個西班牙政府者跟緬甸的飛鏢騎兵可以這樣打 其他文明打起來都會有點 微妙甚至有點危險 包括這個義大利人 接下來來看一下 下一個是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是Vivi Vivi這邊選的是波西米亞 我們之前影片有講過 這個文明最大特色是城堡時代 就可以研發化學 所以他在城堡時代團戰來說是有點殺傷力的 因為很容易有這個義工的優勢 打贏對手 而且在城堡時代可以研發化學 打對方騎士也是非常的痛 後期還可以轉這個波西米亞的榴彈炮 來載制這個戰場非常強大 尾丹炮基本上沒什麼天敵 只怕生女的招翔之外 還有這個騎士硬充 所以基本上想打對方的工程器 戰錨 奴兵 火炮 基本上都打得贏的 波西米亞城堡時代還可以研發這個 宗教狂樂跟神聖思想都可以影響到村民 經濟有個補正 所以在團戰來說 波西米亞的村民是不太好殺死的 跑得又快 血量又多 有點難產 接下來來看一下 這個是紫色 我們繼續看隊友 這邊是選擇硬家 硬家外加的話特色來說其實不太適合 因為他的特殊的能力是消耗食物減免 那工兵這個單位是不需要耗費食物的 所以他選外加的話又打 選外加又打工兵是比較 邏輯比較正常的一個玩法 但是就是沒辦法用到他的特色 所以我不太確定 這個硬家要怎麼打外加 而且我記得硬家後期 其實蠻強的 但是就是打強武吧 只能打強武 反正硬家也是有母子魂 好吧 我就覺得 好 他們打的好就好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覺得這些文明 不能只單靠種族特色去判定 到底適不適合 所以有時候你跟隊友搭配 其實搭配起來 打到後期中型 一個轉變的時候 威力也是蠻強大的 哇靠這也是要打塔公公是不是 直接出門了 挖石頭 OK 塔公公 這看起來是要來打塔公公 我想說硬家 純打工兵好像沒什麼太大的特別地方 原來是要打塔公 那如果是塔公路線的話 硬家其實就蠻適合的 他參法時代的時候 村民還吃到兵工場的加成 雖然以前是封建時代 但是他這邊前期的一個 塔公的話有優勢 就是他這個石頭消耗量是比較少一點 所以打塔公公也會比較強大一點 接下來看BIPER BIPER是選擇了馬扎爾人 那馬扎爾人這個文明 在前期來說會比較容易打輸 因為他在外加的情況下 打工兵很容易打輸 因為他是只有加這個 刺猴的義工 還有這個步兵的義工 就是近戰義工直接免費送給你 但是攻兵路線完全沒有任何的加成 只有這個到了後期 這個 反驅攻研發好之後 馬扎爾的射程 攻擊力馬公會加1 攻擊力也加1 蠻強大的 但是要等到帝王時代 前期的話還是比較偏向於走這個 肉麻路線會比較適合 好這邊直接拉了非常多人 直接硬蓋這根劍塔 七隻村民 這邊是四隻 應該是可以比對手好 黑澡紋蓋好一點點 但我覺得快幾乎將近同時了 大概只差個兩三秒而已吧 大概差個三秒 前進四秒 OK 這邊直接蓋好 欸這位鍵還沒敲 這位鍵還沒敲掉 好這邊可以稍微 互相射射一下 哇這裡居然還繞了一圈脫蓋 哇這個這個有點狠 直接把牧區插爆 又要跑右邊 右邊這邊再插一根 哇VIPER就直接遠地往生了 這個有料 這位中國玩家 哇這邊直接切入這個小小的細縫 拿拳套硬扁啊 哇這個就是VIPER 細節做好的男人 然後這根劍塔直接放棄 他知道這個沒辦法救到 單對手刺頭過來 但這邊即時放下木牆 VIPER就可以繼續拆除 好違建拆除工作進行很順利 好這邊直接後側 有要打算繼續鬧嗎 是不是要走兵兵佼佼 看起來是 好VIPER也是不管對手 我就直接跑到你家騷擾 應該可以再拿一村 再夾一下 再一刀 收掉 好VIPER這邊拿下兩村的優勢 雖然家裡也是被弄得有點慘 這個內塔被弄起來 三隻伺候直接追著村民跑 四家村民也是被互相傷害 家裡沒有刺猴直接損失兩村 有點小傷 好那這邊也在想要去控人家的金 直接上大石牆 注意看這個男人死在太狠 好應該可以再抓掉一村 哇VIPER這邊很忙啊 好這邊可能要再死個一村 但是至少可以換掉一隻刺猴 兩隻可以嗎 這人都沒有在控 後面有更多的刺猴補得過來 VIPER這邊能扛得住嗎 還是要跑了 這邊可能要跑了 他說又撿五 又撿五村 不要不停 殊不知你自己也撿了快五村啊VIPER 哇VIPER跟幼都很慘 那殷家這邊其實 他要再繼續這樣打也是可以 但是家裡又要稍微防一下 也要插劍塔 好有有在插 這邊也是這邊也要插 好他的內家是MBL MBL這邊弓兵也是出發到 殷家家裡 那這邊金融化可能沒有辦法為好 這一隻村民可能也是難討一死 這邊嘗試回來挖 但是這邊有一根劍塔實在很煩 直接被控木了 BIPER現在資源非常的慘 這邊看他刺猴上去追 塔套這邊也是出工兵 塔套是文明是圍巾 圍巾機器很好 在單挑來說是不錯用的文明 戰勝率不是很高 因為到了後期科技上會有一個問題 但打團戰來說圍巾並不拆差 因為他的經濟很好 很容易打出這個經濟差距是擰壓對手的狀況 但是一樣後期也沒有科技 但是科技問題可以靠隊友彌補 想要隊友出個火炮或巨頭 多多少少可以幫助到圍巾 圍巾現在又有狂戰士幫助的科技 攻擊力又可以多加1 其實攻兵路線不會太弱 雖然沒有拇指環還是有插入式 MBL這邊有點下水餃 好 這個兵又回頭是甚麼意思 想要去幫MBL的意思嗎 但也不用幫全送光 好 那Vivi這邊也是出攻兵 來到了後方 Esobia人這邊是打洛瑪米漢 米漢打洛瑪就有點微妙 因為他刺猴線變不太強 後期也不太適合打馬 但這兩邊就是 當然是攻兵國吧 維京跟 Esobia都打攻兵都會比較好一點 但硬要講的話 其實是維京 上層寶時代爆騎士會更好一點點 好看一下Viper Viper這邊直接想來守司 這邊這個木牆 看起來是想要把這根 木牆給拆掉缺個角 然後派一隻村民去拆了 OK剩下的村民就可以走了 Esobia人 Piper 村民啊 7 4 哎喲 剩4滴走掉 OK其他人回去 Esobia人就在這邊 這邊稍微微一下 就跟剛剛一樣 好 米漢跟 這個MBL 持續再給對手壓力 不是MBL 卡套 嗯 嗯 安吉還在想要怎麼 幫隊友突尾 呃 又這邊其實有點受傷 因為他剛剛死了武村 被害會打到 武村村民的關係 所以現在自己經濟也不太好 上層寶時代出兵 都是兩難狀況 所以這邊只能靠隊友 去盡可能拯救他了 好 這邊刺頭過來救 差量肉馬能拯救到嗎 看起來是有點硬 比我的還硬 天哪 這個太硬了 只用刺頭太困難了 好破西米亞繞了一些 弓兵跟毛兵過來救 雖然並不多 但打對方弓兵應該是錯錯了 但要先把這個長弓兵給射掉 先把長弓兵搞定之後 肉馬就會原地開打 沒問題 全部收掉 輕輕鬆鬆 這裡直接被逼到了絕境 這裡要反打一波了 OK很順利的收掉了所有的敵方單位 百姆這邊居然還有三隻獅子過來在砍村民 哇靠我的天這什麼畫面 太可能 你不是被弄到生活法治理嗎 突然生活又可以治理了 這個牧區 是他最後的救命稻草 好但左邊這根金塔也要拆掉了 喔你拆掉 好NBL這邊看到有人在拖包黃金 拖射掉兩村子喔 又再回頭 但是又收村 呵呵 這邊可以跳恰恰 好上方 半竟也把 NBL的兵也收光光 那目前上到城堡時代的是 塔套跟米號 維金跟 一手比亞 那對手是波西米亞以上 那待會要上的是這個鋼擊 史拉夫人 還有這個綠色 又 又也動得上 那硬家果然經濟是最慘的 現在可能還需要一點實驗 才能上到城堡時代 大概在30秒以內吧 VIPER應該是整場裡面 整場裡面經濟最慘的 甚至比硬家還要慘 這一損失大量村民之後 還出了一些弱馬 去打對方村民喔 所以VIPER做了很多事情 除了兩家之外 還把幼 打到有點小殘 偏小殘 沒有到全殘的一個狀況 但至少可以把這個風情砲出來的時間 再持推往後一點 好馬來人MBL直接3TC開農 好馬來人MBL直接3TC開農 蠻微妙的 馬來也不是奇兵果 所以待會不知道怎麼打 才能打贏 反而是斯拉夫人這邊 是比較有力的 而且右這邊 葡萄也可以打中中騎士 黃金還有減免 問題也不太大 但是伊索比亞的駱駝 可以減少這個奇兵的傷害3D型 稍微打一下駱駝 應該是可以喔 但沒辦法一直打下去吧 因為他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級防 好這邊直接大戰一波 兩邊都要開射 這邊落後的是VV的 弓兵 但後方這邊騎士也是 弄到了非常多的弓兵傷害 想要再抖 OK抖得還不錯 是 好快招叫補助啦 招叫補助什麼 好這邊弓兵直接往前 這就是看影片的好處喔 有時候他們在比賽的時候 中間會突然休息一下 去上廁所是突然有事 有時候看直播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就會要等待一下 如果不喜歡看直播的話 其實來看一下影片喔 也是蠻順暢的 就不需要等 我個人也是比較喜歡看影片喔 直播也是 花的時間比較久一點 直播想看就看 不想看就關掉了 開起來快轉 直播就不能快轉 就很難受 好這邊回頭射個一發 喔 萊姆這邊吃我也過來 萊姆是 最後上到城堡時代的 果然 這時候有人疊地網了 以後這邊直接樹地 完蛋了 以後這邊樹地 這個很明顯是要來打 這個趕完大長戰 風情號的路線喔 通常會這樣打 就是一定是打無限戰術了 不然他沒理由這麼快速 上到地網時代喔 因為他經濟一定會很差 一定要靠這個趕完大長戰 來補一下經濟喔 那待會又會瘋狂的蓋房子 好 MAP這邊3TC補下 準備要來開農了 好這裡有補房子嗎 看一下 房子數量沒有補 喔這邊有 這裡有在補 OK 後面補了幾棟 好 正面 偽精人 直接逼到破西米亞的領地 加上內加 好 一手臂啊 騎士 究竟是打騎士還是駱駝 有了 MBL也過來 想來夾殺一下BB嗎 但三家打一個 這個概念是非常好的 因為基本上 只要三家 真的有滅掉異果的話 待會就是 自打三喔 但是也要小心喔 後面那三家 經濟突然濃起來 反攻大陸之類的 會非常危險 好 這邊直接 彈道學 射這些騎士 非常痛 果然經濟很好的圍禁 點下帝王時代 非常快 這邊是雙TC開農 這個算是一個細節 雙TC開農 外加是比較適合的方法 比較不會農過頭 因為通常打3TC的話 上帝王時代會非常晚 但是如果是外加打 弩兵的情況下 又有強奴 趕快升到帝王時代 把這個弓兵升為強奴 會更有優勢一點 弓兵局射 這一坨騎士 再護駕一下 看到這邊 弩兵還是給到非常大的壓力 馬來下面有一個動作 這邊是拉了非常多的弓兵 這邊是要來幫一下viper 這邊是要來幫一下viper 這邊外面的TC 直接被插了一根堡 並加這邊是打槍隊長路線 直接馬修硬爆 那比比佛西米亞的弓兵 雖然有化學 但是依舊不敵對方數量壓制 這就是我們說的 雖然攻擊力傷害有比較強 但是依舊還是數量經濟為勝的一個遊戲 這個單位數值其實沒那麼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有沒有這個經濟可以支撐起 這些軍事的數量單位 這反正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贏家果然打一個大根劍塔的推進 這根插一根 下面再插一根 慢慢推進 這邊傷到一些viper的經濟 但後面補下更多的TC跟農田 那待會這邊城堡可以補一根吧 稍微防下兩個TC之外 這個墓區可以稍微鎖住 還可以鎖石頭 那這邊的部分 可以考慮這邊再下一根城堡 因為你就算自己不挖的話 也不能讓對方挖 所以這根金也是要稍微控一下比較好 遊戲時間來到32分 這部影片可能會很長喔 升到帝王時代的維京人 直接升到了強武 三級色化學準備好 直戰維京狂戰死亡 後方果然補下了非常多的港溫大三戰 又這邊直接打一個支援無限戰術 分明數非常少 只有47吋 但是可以靠這些 這個港溫大三戰經濟喔 把自己補回來 那就是意味著他的外加 他的隊友可能會沒有支援 只能需要靠自己自立自強喔 那斯拉夫這邊確實有點受傷 這邊農田也被騷擾到 不能安心種田 這邊自己受到迫害 然後這邊直接樹上 皇族血脈 然後弓壁皮甲 喔 長劍兵 就MBL直接要來打一個 免錢的雙手劍兵爆嗎 看起來有點像 哪一人只要點下金罐喔 這個強制沾兵 雙手劍兵 就不需要黃金了 只要需要大量肉 就能淹死對手 好 這邊果然強奴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我已經這邊還在生衝車 這邊受到非常多經濟喔 逃到這邊做了非常多事啊 這邊直接硬爆TC 強奴繼續繞 好 這裡終於有成長兵可以出來防守 VIP果然在中間補下一棟城堡 但偏左邊一點 我想法是偏右邊一點 好 最後槍隊長直接走過來 不受控制 開戳 MBL的弓兵也在前線繼續騷擾 但他的主力是想要轉成雙手劍兵路線 好 這邊點下狂戰士幫喔 VIP不是VIP 維京人最強大的科技要來了 在這邊看到 蓋城堡的村民這裡很爽 好 這裡分三隊 直接開射 村民能躲得掉嗎 感覺很難躲 這邊抖動 躲箭矢 哇 最後還可以 跑回四村也蠻不容易的 好 薩夫這邊經濟直接被打餐 分數直接最後一名 甚至比VIP還要慘 這邊突然看到烏洛洛 本來偷招響是不是 好 狂戰士幫一號 攻擊力十一的強母 直接誕生 好 那問題回到正面 這邊馬來 馬來人要怎麼打呢 雙手劍兵補下 增兵技術 強制增兵還沒有補 上方這邊直接殺入右的家裡 又果然是打風琴砲路線 風琴砲打騎士其實蠻痛的 去去去去 子彈蠻多的 好 這邊看到了非常多的港湖炸彈 至少6個120人口 直接壓在這裡 這邊稍微拉打一下 風琴砲繼續輸出 好 白可衝進來 送一波 清起兵 好 維丁繼續往前壓 讓對方破西面要轉出了戰毛兵 這邊可以其實搭配一些戰車來說 會比較好一點 等一下城堡有空險的話 可以按一些戰車 擋一下 維京狂戰士幫的那個強弩 其實效果是非常好用的 好 強弩直接跟風琴砲對射 但是攻擊力太高了 攻擊力十一啊 但是風琴砲也不差 直接射倒了一片強弩 哇 互相傷害就是這樣子 好 白可衝這邊也是直接反擊了回去 好 搭配隊友 MBL 加上自己的馬剎阿標騎兵 開始慢慢推進 這時候到了帝龍時代的一手必要 轉出了大量的精銳彎刀勇士 直接開砍一波 攻擊力20 想要來守司城堡 應該問題不大 應該可以順利解決掉 好 這邊一打掉喔 裡面的戰武兵直接噴出啊 但是瞬間戰武兵也消失了 強弩也直接往前 另外一家的波西米亞可能要倒了 那一家斯拉夫人能守住嗎 這一波強弩又在賽處殺了到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還是在城堡時代 夜洋時代還有一段時間 看起來是涼涼 好 這邊回到這裡 這邊強隊長出量其實有點多 當然MBL上高地這邊射一波 射掉非常多的強隊長 但強隊長出了還是有點誇張 我們可能要撤退了 但還是要吃到城堡一些傷害 好 下方 玩到我是再度過來 但是這邊 風琴砲來了 風琴砲射步兵傷害非常的好 來看一下這個傷害喔 大人時代不一樣啦 唉唷 哇 死一片 太可了 哇 風琴砲直接逆轉戰場 所以說現在是步兵 大強化 他的風琴砲對步兵也是非常強化 這個風琴砲現在能解 只有這個投石車喔 會歧視喔 會比較適合一點 用其他單位來打 可能都會有點痛 不死即傷 好 戴人這邊彎道我是 直接把槍隊長給抓掉 那勇士現在有非常強大的殺傷力 二十二攻 哇靠 這攻擊力跟二十二攻留下一樣高 應該是二十攻吧 還是二十二攻 有點忘記了 好 這邊打一個 我們眼睛的 劍兵勇士路線 直接硬砍對方槍隊長 其實很有優勢喔 槍隊長攻擊基本上並不高 只有八攻而已喔 但是你看這個雙手劍兵十二攻 硬生生多了四攻 但是對方有這個一攻射程 所以如果這邊槍隊長要打贏雙手劍兵的一個辦法 就是要秀操作 不秀操作跟對方硬打是一定會打輸的 好 你看這邊不秀操作 直接硬打 後面還有弩兵在射 直接被吃光 可憐了 那馬來這次也算大幅強化 雙手劍兵也可以吃到這個軟甲技術 非常賺 我怎麼覺得有點卡卡 這個RP 好 槍杖好像都會這樣子 稍微卡一下卡一下這種感覺 好 這邊直接收掉 好 這邊風情砲要撤退嗎 沒有 這邊直接想要硬打 欸唷 損失了非常多的彎道勇士 直接倒光 狼龍這一坨也被解掉了 好 牌婆家裡靈地也是受到傷害 好 這邊直接轉出了馬達爾的精華 反驅攻 重裝騎兵 好 遊戲時間來到45分鐘 這場好像是不是打很久啊 好像破一個小時的樣子 稍微加速一下下 不然可能要看著有點久 但我覺得這場蠻精彩的 好 這邊有彎道勇士 直接 飛了過來 硬吃掉這些彎道勇士 不是 風情砲 風情砲水量不夠多 打起來其實有點 剛剛沒講 還是直接消失了 哈哈 這彎道勇士好脆啊 好 大家看一下這裡 脆 有夠脆 跟脆敵術一樣脆 好 雖然城堡垮了 當然右其實也沒有關係喔 反正我是無限支援戰術 城堡垮了 反正石頭也會跳 待會再蓋一下就好 不怕沒有石頭支援 我已經這邊打出了 衝車 衝車加上強弩 這是我之前講的 我已經很適合這個打法 但遇到對方戰寶兵 加一些步兵彈 會火炮或投車來解 其實就很難受 那斯拉夫人果然打出了貴族鐵石 那他這邊家裡經濟開始吼起來 而且不太需要提示即時的支援 就可以開始抱一些測速的單位 來防守 好 那Viper直接殺入了敵心 硬家其實快要守不住 這裡馬功數量非常多 要小心被強隊長戳到 抽到之後馬炸的馬功還是會損失蠻多的 好 這裡玩到我們是 直接硬砍 Hyper 隊友MBL用雙手劍兵直接就去進攻 但是巨型頭司機有點危險 但還好雙手劍兵守住了 這邊巨型頭司機再去砸 現在這個時間點是差不多開始跑貿易的時候 所以這邊只要能阻止對方跑貿易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了 這邊強奴圍巾 四家全部聚集在一起 他們應該是想要先把幼拿下來吧 因為幼這個無限資源其實有點麻煩 趕快把幼拿下來他們應該就會放棄了 那這邊工程器只有MBL的工程器數量夠多 這裡有五個巨頭 這裡要趕快速速拿下 這裡管在跑貿易 這裡有少量的馬功 MIPER也在繼續燒了 右邊站一些Posimia 轉出一些戰毛兵 但Esobia 這邊玩到五師數量依舊也是蠻多的 當遇到大量風情砲依舊是難解肢體 過去走到野一半 彎刀勇士就倒地了 雖然攻擊力超高 但是還是不敵 不長眼睛的子彈 好繼續往前吧 HMBL 但是他想要先拆掉右邊這棟城堡 好 團隊長繼續往前 右側這邊只要守住其實就差不多了 現在要全力往兵 往這裡送 斷對方貿易就贏了 其實壓力是在中國團隊這裡 而不是歐洲聯盟 歐洲聯盟這邊是勝率非常高的一方 因為畢竟自己的貿易都已經跑起來了 對方貿易還不敢跑 因為自己待會就要被打到貿易區了 你看這裡就是貿易區 有馬車在跑的地方 就是viper他們的終點 噢普塔拉 又這邊可能要補下更多城堡 直接加防這裡的防守 這邊這邊直接開打一波 貴族鐵器直接撵爆了viper的標旗兵 全部送光 好這裡可能要直接硬爆巨頭了嗎 牆母沒輸出 卡套這邊尷尬 欸 瘋琴砲 完蛋 哇 這硬頭 沒了 瘋琴砲一來 開斯拉夫 貴族鐵器 直接演爆這些強武 跟雙手見兵 哇 直接蒸發 這就是我說的 之後打團戰我要玩 葡萄牙 這瘋琴砲 玩起來比以前還要紓壓的感覺 連打奴兵都特別痛 巨痛那種 好 那這邊突然風向一轉 中國團隊出現了大 出現非常大的轉機 很有機會可以打贏這場比賽了 那這邊 老鷹也轉出了植物盾 遠防死 好這面貴族鐵器開始有做事了 貴族鐵器現在價值就可以發揮出來了 體質好 攻擊力高 然後 造價還比騎士便宜 雖然就知道城堡生產比較 比較需要耗時 但這個出起來價值 我覺得是比騎士好上很多 畢竟斯拉夫是沒有遊俠的文明 好這邊大量的風險炮 非常貴族鐵器 直接想要鎖住這邊均勻區 MBL這邊均勻非常多 將近幾乎20個 好下方這邊開始組成 好 我怎麼覺得這風險炮還是需要再改一下 好像還是有點太強 這個彈道變得很密集喔 反而有點讓 記在一起的單位 更頭痛了一點 沒有散開來 絕對會被風險炮射爛的感覺 好我們點下經濟類狂戰士 好這一波是viper 還有MBL 跟三名號 三人的一個反推路線 風險炮跟斯拉夫 還有 但是彎道是在前面當肉盾 直接先送光了 這邊viper的標旗兵打工程器 有外傷害 這邊是重點 好這邊能不能即時戳掉一些的 但沒有辦法 風險炮自由開火的威力實在太強 一到旁邊的時候也損失了一大半 能輸出的標旗兵只剩一點點 viper這邊有點尷尬 正面的馬功可能也要撤退 雖然射掉非常多的貴族鐵騎 但是 還是不敵對方的風險炮的傷害 這邊開始被貴族鐵騎擋了下來 貴族鐵騎擋這些 關刀宏式效果非常好 好 正面也開始 圍巾也快要打不贏了 貴族鐵騎擋慢慢復活了起來 待會榴彈炮一出來 可能 不是 可能圍巾就會很難受了 自己的強武會被榴彈炮砸成白癡 viper他們難道錯過了最佳的精華時間嗎 是不是沒希望呢 左邊這邊一個足層戰法 直接把左邊圍死 但這邊射箭產還是有一些洞 好 但viper這邊直接繞了一大批的馬弓到了後方 直接做騷擾 但強隊長直接上來正面一戳 應該是可以戳得掉的 哇 戳馬果然就是快 黃金版的幾兵 這邊射掉一些貿易車隊 稍微減管一下對手經濟 這邊馬弓應該是要送光了 走到右邊戰場 右邊戰場 斯拉夫直接要來突襲 圍巾這邊 圍巾雖然有球長科技打騎兵 我愛傷害 但是現在步兵數量不夠多 遇到貴族鐵騎有點頭痛 雖然強弩傷害也很高 他還是有點肉近戰擋 在前面擋會比較好 下方這邊也是有少量的老鷹子飛進來 白魄的馬弓繼續生產 反驅弓馬弓 攻擊力7加4 11弓馬弓 鬼精狂戰士配上 一手BIA的一些疾病 稍微把固執鐵騎給退回去 這邊 還是他們的重要的攻擊目標 MBL果然轉出了一些大象 那馬來大象很便宜 這邊直接印都可以嗎 但槍隊長其實很強大 血量80滴血 而且打馬弓 大象效果都很好 基本上VIPER所有的單位 都是被這些槍隊長給針對 後面風旗炮原地開火 直接射掉大量槍隊長 基本上正面完全扛不住 哇這個風旗炮打大象也是非常痛 有點無假這個風旗炮 感覺要出點工程器喔 頭車之類的 出個頭車硬炸好像會更好一點 不然出火炮也可以 有了風旗炮直接B進到了這裡 支援無限戰術非常有效 村民只有40吋 但是打出非常精彩的操作 風旗炮子彈到處廢愛飛去 BIPER左邊快要擋不下來 右邊戰線也是圍差不多 圍進這裡也只是稍微打打意思 前面要直接強推 左邊這邊危機狂戰士 直接走了過來想要硬拆巨頭 想要來減緩斯拉夫的進攻 左邊風旗炮繼續輸出 但這邊馬攻數量損失的速度有點快 後方這邊又有一些兵袋 後面再繼續騷擾 但這邊城堡數量越多 能打到東西也越來越少了 BIPER他們的希望快要被抹滅掉了嗎 目前科技越來越好的葡萄牙 中國團隊難道要拿下勝利了嗎 這邊直接走過來大象直接倒了一隻 火候好打這個大象很實用 好可以繼續往前走 直接頂 沒問題 直接逼起來 OK風旗炮數量中被消量了一點點 傷害也開始減少 火炮要稍微躲一下 OK強弦直接上前開射 但大象數量已經倒光了 風旗炮數量還是有一些 他有12隻 但是自己加強弦也快倒光了 強隊長加上風旗旗炮 打強弦的速度實在有夠快 哇這頭死了直接被砸爛 好但圍巾這裡又再次想要突圍 進攻上去Porsimia的領地 這邊能成功進攻啊 雖然有大衝車 比較圍巾旁但是 但是軍... 軍隊卻量似乎並不夠多 馬公這邊想直接進去 但是裡面有城堡跟槍隊長 防守來說其實還不錯的 看來這裡要慢慢進攻了 要出這個軍銀頭C 慢慢拆城堡拆進去了 哇靠這個巨頭 隕石術直接把迷害的 衣索BR的火炮直接砸爆兩台 圍巾這次再次突圍 衝車加上圍巾狂戰士邦 油彈炮直接被逼死 哇 死去 我已經狂戰士邦直接直接眼射前線 VIPER第二次嘗試突圍 正面大量槍隊長 再次把VIPER給逼了回去 而且這裡還有魂老鷹喔 魂老鷹非常麻煩 畢竟硬家的老鷹防御太高了 馬公怎麼打都不太痛 好 射下來只有1滴吧 7加512攻 喔 射2滴啦 好 只1滴 這裡強隊長雖然有點鬆 但至少給出更大的壓力 第二波瘋琴砲又蓄了起來 32隻瘋琴砲馬上又補了回來 那目前雖然這邊有非常多均勻的 VIPER與NBL 但是依舊沒辦法化解 這一波 右的瘋琴砲的推進 好 中間這邊米亥稍微有把斯拉夫壓了回去 但還沒有收到最核心的地方喔 你一定要收到經濟 以後運貿易車隊才是重點 正面圍巾呢 用這個圍巾狂戰士棒強奴 配上圍巾狂戰士 直接往前線壓進 看狂戰士的血量真的很少 霸4滴血 出劍兵我是不是霸4滴 出10滴血還可以吃軟甲 狂戰士就不能 賊爛 雖然有回血喔 但是這個情況下 表示說是回血了 能不能在場上面活的超過5秒都是個問題啊 一到前線就基本上就快倒了 好 狂戰士就是這樣子 好 這邊強奴偷偷受賀方的火槍 細節細節 但還沒有拇指環喔 射的速度還是有點慢 會盡量直接被逼了回去 好 看一下 左邊這邊 其實我必要 這邊有這個扭力彈射器喔 可以嘗試打一下 有沒有 這個就是扭力彈射器 最OP的地方 很痛 很擴散 這個弱點有夠痛 範圍極大 跟榴彈炮差不多一樣強 好 當然這一波老鷹也是飛進來 燒得到貨房經濟 請給我木材 請給我木材 Piper這邊開始有點守不住 這些硬家老鷹到處亂飛的感覺了 有點難受 因為瘋琴炮也是要被推了進來 這邊只有少量大象在防守 Piper現在要再嘗試想要突圍左邊 但左邊這個城堡沒有拿下來 想要直接進去還是很容易被擋下來 但我覺得現在硬家在亂飛的情況下 因為我們現在是上帝視角 所以其實他只要一過來鬧 自己的這坨兵進去 還是可以殺到蠻多貿易車隊的 只是要或不要的問題而已 所以Piper可能還是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因為不知道他的主力在哪裡 很怕進去是個陷阱 但似乎是硬家家裡裡面 什麼兵都沒有 都全部往外送了 好 這裡 伊索比亞終於突圍進來 殺到了貿易區 但這邊斯拉夫也是努力反擊王家四重 加上 王家四重的疾兵 加上風情砲出來反擊 但是遇到牛力彈射器的火炮 伊索比亞 就會有點難受了 看這個火炮 打這個 奇怪打這個火炮塔 旁邊村民也會死掉 有沒有 牛力彈射器 OP 但這邊 風情砲順利的把火炮全部解掉了 斯拉夫人順利守住了這一波進攻 右邊圍巾也是慢慢突圍了 開始慢慢殺了進來 雖然右線也在慢慢突進當中 但正面BIPER這邊還是沒有往前打 這邊 欸 有啦 有往前打一點點 這邊剛右把所有的風情砲往上派 拯救隊友 這樣就是全面開戰 四邊都一定要往前全力推 只要讓對方的資源 有落後的一方 就有機會打到貿易區域 打到貿易區域就是重點了 好 危機人這邊繼續補 反正現在有五線的黃金跟食物 現在就是專心打架 把兵往前補 繼續往前推 那波西米亞這邊要守住的話 榴彈炮活著是重點 只要榴彈炮一直有空好 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看就知道要不要又要被抓到榴彈炮了 看起來有點像 強奴直接硬點 點掉一台榴彈炮 這一台 狂戰士也死去 火槍稍微擋一下 但是強奴射火槍非常快速 蛋過著鐵騎又來 又可以再守住一波 雖然看起來是BIPER他們一直在強攻 但其實中國團隊這邊也不差 一直有在做一個 支援打擊 就是不會把所有的兵力都支持在一方 哪裡不行就派哪邊了 所以一直都有守住的狀況 這邊強隊長下面又來大駝 BIPER這邊馬功能夠打贏嗎 但由於不是蒙火射速有點慢 只能慢慢點射點射 好 這邊再次又逼了回去 MBL的火炮有點危險 好 第二波大量王冊友士在這裡防守 直接收掉了外圍的城堡 MBL的馬來大象怎麼出來往斯拉夫這邊走 貴族鐵騎來拯救一下外加的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的領地越來越少 經濟也不是很好 只剩82村 但貿易扯的有63喔 貿易跑得非常好 好 繼續跟這個硬家周旋 那至少現在VIPER這邊出馬這兒標襲兵 是不需要任何黃金的 好 這裡就可以很輕鬆的出標襲兵防守 好 中間再次突圍了進去 這邊又殺 再次殺到了貿易車隊的地方 但是遇到大量的風琴炮 感覺好像也守不住又要倒一堆 哇 萬道王冊友士直接死存一排 直接團圓 還排一戰 好 火炮這邊稍微反擊一下風琴炮 風琴炮被打一下還是很痛 而且這裡是有扭力彈射器的效果的火炮 好 這邊想來硬蓋城堡 這個城堡要是能蓋起來 對於VIPER他們這邊很賺 那城堡一起來 這邊貿易車就會掉 但這邊直接取消了 這邊直接 這邊蓋好像有點困難 但能蓋高低最好 因為高低可以減免對方攻城系的效果傷害 好 這邊要趕快把所有的兵往這邊送 好 我已經繼續想要突圍 繼續吸引對手的注意力就好了 不要讓對手全部全力防守這裡 那VIPER這邊也是繼續往前推 跟MBL一樣 繼續往前推給壓力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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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射 繼續射 對 原地開火一直射一隻防 哇 哇 中間這裡又被逼了出來 尷尬 這裡防守還是守得非常漂亮 右側的位置 沒有決定要繼續右攻了 可是看到太多這個火炮塔的關係 所以不想打 直接往軟的地方打 也是可以啦 好 MBL 加 Viper 這一波有可能直接殺進去囉 到後面補下了一根城堡 再做第二道防線 並加出兵點越來越近 好 這裡被逼回來的中線 火炮繼續輸出 打掉了非常多的風情砲 哇 這一台 這一坨風情砲直接沒了 好 那又這邊補下三棟城堡在家裡了 要來出這個風情砲用 這邊手下這個貿易區 很難得看到這裡底尖選手 可以打到超過一小時的比賽 那已經到了一小時二十分了 好 這邊終於看到貿易車隊 但是左右兩邊都是城堡 直接在防守 不然走哪裡都是進入城堡射程範圍內 要趕快拆掉這些城堡會比較好 但是這邊終於燒到貿易車隊了 非常賺 每殺一台貿易車隊 就可以賺到一點經濟 好 讓對方開始打垃圾兵喔 就離勝利就不遠了 好 這根城堡趕快拆 下面城堡可以晚點再理 這根城堡是最重要的 好 給我的風情砲再度上前防守 好 啊 Viper的馬攻效果其實還是蠻不錯的喔 好 中間這個城堡終於掉了 OK Viper這邊可以長驅直路了 但要先收拾掉一下這些槍隊長 會比較好 大象繼續往前 便宜大象一直出一直爽 好 大象 大象往前往前往前 繼續往前 不能停不能停 OK MBL這波防守打得還不錯 直接把這些槍隊長給頂住了 雖然已經損失很多大象 但沒有關係 大象便宜便宜 Iper偷偷拉了一隊 想要上前偷點貿易車隊 效果還不錯 但後方還是有貴族鐵騎做防守 還是把 Viper打了回去 右邊這個馬攻上高利 做個防守進攻 但是大量風情砲也是過來做防守 這裡補下第二棟城堡 運行投時機只剩下一台 火炮再側翼再偷偷拆 好 換到正面這邊 正面開始有點焦灼不下來了 後面也是喔 維京紅戰士幫也沒辦法繼續深入 反而是破細密把箭塔 火炮塔插了出來 大MIPER這邊是關鍵中的關鍵 只要再往前一步 中國團隊就要量掉了 MBL這邊能夠拿下來嗎 我覺得現在迷害喔 中間就用火炮稍微小打小鬥 開始往左邊送一點兵或是強弩 會比較好一點 甚至送幾台火炮 牛力彈射器的火炮過來 幫忙打這個風情砲 風力更適合一點 但現在可能是有點忙不太過來 所以索比亞這邊沒辦法支援 Viper這邊 MBL這邊持續出大象繼續防守 其他兵都不出了 中間也是全大象碾壓 準備要來殺到了貿易區域 這邊中國團隊打出了GG 對 哇 MIPER他們獲得了勝利 最終還是殺到貓易隊了 恭喜歐洲聯盟拿下了勝利 哇 最近看這個頂尖團隊喔 都是由中國團隊拿下勝利喔 那都是由歐洲聯盟輸了 那沒想到 黑拉一不在 歐洲聯盟就贏了 這個 這個不知道是 應該是運氣的問題吧 應該不是黑拉的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馬來人跟塔塔 這邊經濟又非常好 黃金來到六萬六千 這個貿易跑太爽了 經濟太好 那馬來人這邊肉也是非常誇張 畢竟要出這麼多大象 應該要非常多的肉支持 波士米亞這個木頭也是蠻多的 那 比較特別的是這邊石頭 最多的是右 畢竟無限支援戰術嘛 石頭會一直跳 無限制的去生產石頭 做防守 很可惜喔 我覺得這場右打得已經非常好 但沒有辦法 左邊硬家 其實玩起來還是有點困難的 畢竟硬家後期 其實科技並不是那麼完全 要一個人擋住兩家 多時代不太可能 他出槍隊長跟老鷹 打得已經是非常漂亮了 那要搞到這麼大後期 也是相當不容易 那其他玩家 其實該做的事情都有做到 那我覺得維京這邊是有點微妙 就是有點跟對方五五開 五五開其實算不錯 因為對方並是有波士米亞的榴彈炮 但沒有直接把波士米亞直接堵掉 也是讓我滿意外的 也是因為是阿虎一直來救他的關係吧 所以維京呢 沒辦法這麼好 一次就把對方給滅掉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